我最喜欢的奶油泡妇热量 居然高达四千五百四十四大卡 等于一斤半的脂肪 相当于骑自行车九个小时 想起不久后还要穿很傻 我还吃个屁呀 安宁啊 你好巧啊 秦峰 我原来大桥小桥 在里边喝咖啡 走 咱们一起啊 人生何处不相逢 走走走 不是冤家不具同啊 安宁 我们可有好些年没见了 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不错 我记得那个时候安宁啊 经常去相亲 那几个婚介所的工作人员啊 都认得大了 安宁 你现在还相亲吗 安宁啊 你结婚了 快了 你这戒指 是A货吧 你怎么看着跟真的似的呀 你真有眼光 早知道啊 我就叫我老公给我买个假的了 你说这假的吧 做得跟真的似的 我这个戒指啊 还是我老公 在国外给我定制的 待了那么久了 也就那样吧 是建国路这家店吧 我们家安宁最近为了试婚纱 都没有好好吃饭 我打算给她买点甜品 就这样 您好 先生 请问有什么需要 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把我包起来 好的 请稍等一下 谢谢 安宁啊 你男朋友是做笔贝啊 不好意思啊 稍等一下 好的 他什么时候有空 带出来 咱们见见呗 他跟我同行呢 你是厨师吗 对 开小饭店 小饭店的呀 那也挺好的 那你不是成了小老板娘了 饭店在什么地方啊 咱们可以去照顾照顾生意啊 对 好啊 对了 你早上不是说 你老公他们公司 正在找地方聚餐吗 我看啊 要不就去安宁他们家饭店吧 你怎么能这样说了 我老公好歹也是公司的经理 他请员工吃饭 怎么去那一宫小地方啊 安宁 你别当心啊 我不是那个姨姨 你 你知道的 我老公呢 在他爸公司上班 公司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 以后吧 还是会考虑上市的 所以方方面面的事情 还是得照顾他的 是啊 好像他给我说了 说今天是去那个啥 龙腾酒店吃饭 然后晚上还会去那个 兰桂坊 放松 放松一下 兰桂坊 那个会所一晚上消费 得输万元大底吧 你老公真大方啊 我听说啊 那个兰桂坊 可是个顶级会所 只有那种达官显贵 大明星才去得起呢 好多女明星啊 都在那儿调金柜事 也就是那样 是我公公认识那边的经理 所以能够打个折 对了 安宁 你们在那个饭店 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改天我们去给你捧捧场啊 龙腾酒店 随时欢迎各位 亲爱的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你们好 我是安宁的先生 龙浩谦 龙 龙浩谦 对 是我 既然是我太太的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 刚才不好意思 听到你们的谈话 听说你先生 晚上要去兰桂坊 不巧 兰桂坊 也是龙腾集团旗下的产业 拿着这张名片 可以免单 我会打电话交代经理的 吃饱了吗 走 我们回家了 真的 抱歉 你生气了 为什么不实话实说 我的身份有那么难以让你启齿吗 不是啊 我是觉得没必要跟他们浪费口舌 而且就算我说了 他们也会觉得我在吹你 何必叫那个劲呢 对吧 安妮 从你接受我的那天起 你就应该接受我的全部 包括我的身份地位 金钱财富 可我发现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 你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些 起初不告诉你家里人我的存在 现在又不肯告诉你的朋友我的存在 我没有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觉得咱自己过得开心就好了 你不在意 可是我在意 安妮 我龙皓千要的向来是最好的 包括和我共度一生路里 我会骄傲地告诉全世界 这是我龙皓千的女人 我也希望你能同样地对待我 我 这不是商量 就是命令 如果我不能光明正大地站在你身边 那证明我在你的心里没有那么重要 龙皓千 我过几天去香港出差 回来的时候 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走 回家 是啊 我到底在避讳什么呢 起码 你不是说有很重要的事情吗 我可是请假来的 看什么 我当然是在看我正在追求的女人 怎么这么漂亮 总说实话 真讨厌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促进感情 林总 我觉得现在你应该是 从称呼上先改一下 或许你可以叫一下我的名字 泽宇 没听清 泽宇 感觉还不错 走 我带你去看我的马 快点啊 我 我 我有点害怕 没事 你慢慢来就好了 我说会没人 我我找到了 咱们 你要适当 我儿子 我來吧